昨晚任天堂终于摊牌了 制作人青照英二 亲自发了一段13分钟的时机游戏演示 并表示 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已经做完了 具体有哪些新玩法 且听小编我给你说道说道 小编我已经铲死了 王国之类里的海拉鲁 是在旷野之西海拉鲁大陆 这个平面坐标系的基础上 直接拉出了一根Z轴 变成了三维坐标系 大陆扩展到了天上 有无数个漂浮在空中的岛屿 叫空岛 空岛和海里的岛屿很像 也有自己独特的地貌 各种植物 动物 人造的遗迹 和星形的敌人 魔像 魔像有点像之前的守护者 但感觉使用了不同颜色的能源 那么要怎么上去呢 最直球的方法 就是用灵克的新技能 倒转乾坤 这个技能可以倒放物体的运动轨迹 比如利用从空岛上掉落的巨石 乘着它就可以升上去了 不过倒转乾坤 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位移工具呢 想要上天 怎么可能只有这一个办法呢 这可是塞尔达 这个枝和底下落的岛 这样就能够使用 可以使用 手上的小树枝和大石头组合 就变成了一个杀伤力更强大的锤子 还会刷新耐久度 这不就是 这个DIY武器的系统叫鱼料建造 可以组合各种武器和各种道具 产生全新的性能和效果 树枝加草叉等于超长草叉 箭矢加冰道具等于冰剑 更神奇的是 剑还可以和怪物眼睛组合 就变成了追踪剑 脑洞被打开的感觉真的好爽 烟雾蘑菇加盾牌 等于盾牌被攻击会放出烟雾弹 这也太神奇了 我现在就想试试 射出新型萝卜 是不是可以给敌人回血 蜂巢能组合出密封武器吗 龙铃呢 香蕉呢 我领克 这回可以像煮菜一样 自由地把武器食材搭配组合 看看会烧出来个什么菜 真的是又简单又好玩 当然 按照塞尔达一贯德行 敌人果然也是可以有组合武器的 这个 这不是之前预告片里那个吗 再具DIY 用究极手这个能力抓取任何物体 将它们组合起来 物体之间会自动吸附 并且形成胶一样的东西固定起来 有点像旷野窒息里的磁吸 但这次呢不只是金属 木头石头风扇都行 其实究极手这个名字还挺有名堂的 英文原文是Ultra Hand 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任天堂 还只是个单纯的玩具公司 没做游戏的时候做出来的第一个爆款 能远程抓取物品的超级怪兽 属于是不忘初心了任天堂 刚刚说到风扇 任天堂贯彻了电器不好用 拍一下就能用的习俗 这个风扇敲一下就能打开了 在电量耗光之前会一直吹风 然后再敲一下最后关上了 关上以后默默自己充电 用超级怪兽把风扇装在木筏上 一个电力驱动的简陋快艇就完成了 果然之前预告片里的飞毯和车 都是自己组装出来的 虽然这次演示的小船只能前进 但之前的演示里有出现操纵感一类的零件 装上这个肯定就可以自由驾驶了 除了风扇和轮胎 游戏里肯定还藏了很多新的机械零件 光是想象我已经很期待了 其实《旷野之溪》里也有会飞的车 玩家要利用游戏的物理系统bug 在脚下的矿车上叠一个其他东西 要飞好大的劲儿 这回王国之类是把前作的bug 做成续作的功能了 更buggy的是灵克的第三个新技能 通天术 可以向上穿越天花板直通屋顶 这种场面一般只会在游戏bug梗图里看到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所谓可以被穿透的天花板的定义 很宽泛 山洞的顶啊 一整个山体都能够算作天花板 都可以穿 不用专门换爬山服徒手爬山了 配合右下角的小地图 增加的高度坐标 可以推测出王国之类的纵向移动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通天术也是让纵向的移动更加轻松 XYZ三维空间内实现全面自由移动 王国之类这次的演示 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 它对新手特别友好 旷野之息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难度还挺凶残的 任何怪物 各种自然灾害都能够轻松杀死你 这一次上来就可以自己制作很厉害的武器了 耐久度也可以靠合成来解决 还能DIY再聚 移动也更流畅自由 但还是建议没有玩过E的朋友先去玩E 不玩后悔哦 整个时机演示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旷野之息传承下来的高自由度和会呼吸的大陆 即将再次降临 突出一个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而且肯定还隐藏了不少惊喜 我们还没见到新的神庙 大迷宫 城镇 呀哈哈等等 但总之 看起来就是一个更多 更好 更丰富的塞尔达 也正是我所期待的塞尔达 海拉鲁 我又回来啦 谢宁吉 买之来呀